欧盟宣称要弃用俄罗斯的天然气以支持乌方 但从录下以来 俄罗斯就一直在下调天然气的输出量 已经使得欧洲民众叫苦连天 欧盟真的有办法能够弃用俄气吗 有专家就认为 现阶段俄气对于欧洲来说依旧非常重要 没有俄罗斯庞大的天然气供应 欧洲今年冬天恐怕将会很难熬 一起来看本周的一周新闻特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欧洲近日遭受热浪侵袭 吸水玩乐 吃一口冰淇淋 拿起扇子摇一摇 都是不错的消暑方法 那么开工条呢 民众今年就要忍一忍手 因为长期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欧洲 正面临俄气供应逐步减少的威胁 为了安全过冬 多国政府呼吁民众 现在就开始减少耗用能源 有分析指出 欧洲接近一半天然气 以往都是从俄罗斯进口 他们根本无法短时间内 另一渠道取得天然气 填补庞大的俄气缺口 国际能源署警告 没有俄罗斯天然气 恐怕今年欧洲难以好好过冬 建议应该马上采取行动 削减能源需求 我们应该在俄罗斯内计划 希望在几乎 有些大量的加热浪 将来到俄罗斯内计划 这不是这样的 因为世界上不足的加热浪 所以我们在俄罗斯内计划 是减少加热浪 以减少加热浪 减少加热浪 天然气对欧洲有多重要 天然气是继石油产品之后 欧盟地区第二大能源 在当地能源结构中 占比相当重 它的用途十分广泛 除了为欧洲大约一半家庭供暖 为工业提供电力之外 在锻造钢铁 生产玻璃瓶 制作化肥 以至利用巴氏消毒法 处理牛奶和奶酪的过程中 也会用上天然气 截至2020年 欧盟地区超过四成天然气 从能源大国俄罗斯进口 其中多个国家 包括拉脱维亚 捷克 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极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 连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 有六成六天然气 也是从俄罗斯进口 但俄乌战争 今年二月底爆发后 天然气供应变得紧张 刺激天然气价格上涨 能源价格和企业生产成本 应声向上 所造成的压力 连德国百年老店也吃不消 我们在卡拉 有个年代的穴格 的穴格产 位置在28万元 小Wh 这些人 是质量的 在不轻意 这些人 是不想念的 这些人 选择到最后的 我们说 我们不再继续 再继续 一个购物 我不是不在意 我生意 我真的 我生意 我生意 在内蒋 我们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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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是很值得无论 在居客也不能用 天然气供应紧张情况 到6月中加剧 俄罗斯以机组零件 在加拿大 出现维修研误为由 将京北溪1号管道 对欧洲的天然气输送量 大减到四成 7月中一度暂停供气10天 一进行管道年度维修 恢复供气数天后 又说要维修涡轮机 而把输气量再减到两成 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有任何企图 但西方普遍认为 普京的目的是凭借缩减甚至切断供应 来推高天然气和能源价格 从而在欧洲揭起民怨 削弱公众对乌克兰的支持 并增加俄方日后谈判的筹码 面对俄罗斯步步禁逼 欧洲多国不敢怠慢 加快构建俄乌战事爆发后 就开始打造的天然气库存 目标是在11月前 把天然气库存提升到八成 意大利 法国和欧盟 日前就分别与阿尔及利亚 阿联酋和阿塞拜疆 达成天然气采购协议 欧盟还把采购目标 伸延到美国和卡塔尔等地的 液化天然气 不过 有分析认为 这些俄气替代品 不足以应付欧洲在冬季的能源需求 原因之一 是目前能源市场十分紧张 全球液化天然气设施运作 已经饱和 根本无法向欧洲提供更多天然气 其次 输送液化天然气 必须利用专门的船只和接收设施 目前大约一半设施 集中在西班牙和英国 德国则连一个设施也没有 虽然德国正加快兴建 并租用浮动式接收设施 但估计赶不及年内全面投入运作 如果我们认为 在欧洲 俄罗斯的流氧流氧流氧 会继续至冬季 将其在更新水平等 有从中国流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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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再次持续于 以外受氧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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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出现 三国的进行程度 下国 Count accompanied我们 也有对资氧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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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运作 既然赶不及开远就得节流 德国技术多项节能措施 包括调案接登 关闭部分喷泉 一些泳池也要暂停运作 法国则勒令商店 开启空调时必须关上大门 也不可以通宵开着霓虹广告牌 欧盟成员国日前以压倒性票数 通过表结同意采取自愿措施 将今年冬季天然气需求减少15% 不过投下反对票的匈牙利 认为措施行不通 他们并坚持继续进口俄罗斯天然气 难怪有分析指出 今年冬天对欧洲而言 将会是很难熬的时刻 对欧盟而言 也是一次政治考验 所以这冬天将会是一个测试 使用力量和整体的联盟 我们的联盟 是一个测试 如果我们与联盟 我们与联盟 联盟和联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